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收看开市感浪环节奖 採岸身边的嘉宾是要财政圈研究部的高级分析员王伟豪、Wafi Wafi早晨 Wafi 跟大家看看甲晚环球股市的表现 美国和英国都因为假期休市 欧洲股市的交投比较淡静 欧洲银行的股继上星期急跌半成之后 之后就普遍回升 法国巴林银行和西班牙国际银行 股价都升了2% 德国Dex指数高收接近1% 报8383点 法国Cat指数升近1% 收市报3995点 另外油价方面责幅偏远价 主要受到经济、数据疲弱和供应充裕影响 但由于英美假期市场的成交淡静 市场目前主要关注石油输出国组织 今个星期稍后在维也纳会议 一般估计油组将会维持政策不变 伦敦布兰特旗油报每桶102.62美元 下跌2美先 纽约旗油报93.63美元 下跌50美先 跟大家回顾了隔晚环球股市和商品价格的表现 非常淡静 Wafi在版面都看到了 主要指数来说 两大股市巴黎和德国方面 其实英美昨晚有休市 因为假期的关系 但之前美国股市一直强势下去 今晚的表现是怎样 会否继续做好 以美股来说 虽然昨晚因为假期休市 但以这个势头来说 或者后市如何对美股的看法来看 我觉得后面来看 这个星期应该比较偏静一点 因此我觉得 这个星期内可以叫做少许新空现象 因为一来就是昨晚假期 变相未来这几天只剩下四日市 而这四日市里面 你有没有很重要的数据 或者很重要的 例如会议 各别官员的讲话等等 暂时就真的看不到 反而大家比较关注 就是反而下个月月五 出的一个 就是说上个月的数据 这些比较关注 因为始终由上个星期 由白蓝黑出席 一些听证会讲话之后 都看得到 其实他都说得明白 如果市场有持续改善 或者数据是继续好的时候 来到几次议司会议 是有机会讨论 即是减少买债 或者退市因素 所以我相信 后面来看 往后大家比较关注的数据 都依然挺倾向一些就业的数字 所以如果以就业数字来说 譬如非隆职位 或者失业率来计 要每个月初才会出 即下个星期五才会公布 所以在这个星期内 始终都稍为叫做 没有这些 即是相关比较重要的就业数据 出来 或者这些数据去到 演变出来的时候 整体来计 我认为大家以观望的心态 会比较重一点 而且以来 始终见到上下 不错美股保持住之前是强势 但从上个星期开始 其实都有一点整股出现 特别是从星期三开始 都连续是调整了几天 所以稍为有个明显的调整 明显的回吐之后 我相信某座上廿大家这一刻 都窄疾 以投资者的心态上看 都可能不敢后果然这些价位去到入市 所以整体这两个因素来说 都觉得有少少令到市 或者美股来看 后面是比较静一点 但以中长线来说 究竟是如何看 譬如过完这个星期之后 究竟美股如何看 在这里才说到 这个星期相对比较静一点 但是过完这个星期之后 我会觉得 傾向都仍然是比较波动为主 特别如果波动得来 都有少少少的 可能有少少的风险 是向下动力会比较多一点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因为总一来记得到 刚才提到的就是 下个星期出的可能就要数据 假设出得好的时候 那我相信大家的 所谓退市的一个严憂慮性 有机会越来越深 或者越来越重 所以这一点 可能有机会触发 第一件事就是 大家进一步辜负的理想 而且越来越近 下一次的议息会议 假设数据越来越好 或者其他数据都很慢的时候 那我相信 其实越来越多的官员 理应会发声 是继续说 有个退市的一个元素 或者是减少卖债的一个可能性 这些都会令到后市 有个调整的现象 而这三年 昨天看到的报导也说到 如果以近期来看 自从美股这么热炒 这么当炒的时候 令到很多 如果以美国期货来说回来的时候 很多所谓的保证 禁止胖展的水平 其实是高过以前很多 而往往看过去的经验来看 另外有些个别的股災爆发之前 其实很多的孖節水平 都是去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或者很高的一个地步 所以如果近期去到 那么比较高的水位的时候 整体来看 对后市都有些担忧性 就会令到越来大的数 令到后市的爆发可能性能 越来大 所以变相 自己对后美股的看法来说 稍微转趋 省省一点 始终去到这些高位 但如果已经黑 如果以现阶段来说 短线来看 实质的支持位 我觉得大概达到14800点左右 如果有机会达到这些位置 如果是后面来说 没有我自己说的事发生 或者稍微是一个好的看法的时候 我相信市场有机会 慢慢再升多一点 好了 现在外围股市方面 大家最关注的 一定是日本的指数 其实看见日本股市 昨天方面急速下跌超过3% 其实近日日本股市都非常波动 今早看见日本股市 先跌后回升 日经指数曾经低开199点 跌穿14000点的水平 之后只跌回稳 现在看到日经指数 最新升67点 到14209点 其实近期走势 都比较波动 比较反复 好像天天坐过山车 对我说 日本股市自从上海星期三开始 即星期四开始 日本一行结束 上海星期二式会议之后 就开始变了波动 由上海星期四 可能单日跌超过1000点 7%又多 到星期五曾经跌过500点 昨天也跌几百点 根本也是 曾经跌几百点 然后打回上来 非常反复 非常大的波动性 比较难 难得练了个别投资者 有个好的方向去触摸 或者都比较难 所谓难玩下去 那为何形成这么波动的局面 或者为何会有这样的走势 呢 其实刚才开始都讲到 就是关于上海星期四 日本央行议息的一个会议因素数 那没错 议息会议出来之后 结果全部没变的 一来就是量份区域没变 另一边就是利率没变等等 而今次比较特别小小的地方就是 除了量份区域没变之外 其实有些官员开了声 未来都要订回通胀预测 即是变相来说 未来都有订回2%的通胀预测 或者记得近期各别的数据 即是早几次的量份之后 其实日本的经济来看 好像都慢慢有个好着的迹象 所以这些令大家有点停一停 就是会令到这一刻 日本放了几次水了 会随着经济有少少的基本面来看 逐步逐步慢慢向好之下 可能缩一缩或者停一停 大家都有点担心 所以第一点来说 日本股市升广疯之后 留稍为这些位置做明显的回吐 或者深小的调整 都不是太意外 因为短线升急 自然回都回得急 而第二件因素来说 就关于债市市 因为近期记得到 日本国债息率 特别是十年期的债息 其实上星期曾经上了一厘流上 为何上一厘流上 这麽大指标性 因为如果看回当地的一些 叫做报章 或者分析文章说 如果那个十年期债息 上到一厘流上 或者一点几厘的时候 其意味着日本的债务问题 其实是越来越重 或者还不到 就会爆煲的 虽然很多时候大家都 以分一厘做一个 所谓的临界点 或者分界点 就是当去到一厘的时候 可能大家都觉得 某层上 如果再升到 刚才说到的 有一个爆发的危险性 所以变上有机会 令日本央行都能出手 压低债息 去做一个 即是叫缓冲的因素 虽然而是 可能慢慢有機會壓下來之餘 更加當時這幾天的股市都比較波動 所以形成一點就是 我覺得往後如果大家看日本股市 除了看有沒有繼續放水 或繼續兩分因素之外 其實某時候都可以留意債息 假設很多市都是 如果有機會去到少許不幸 如果日本十年期債息有機會上一年樓上 都意味著那一刻 就是日本股市少許沽貨離場的現象 所以大家可能留意這些取向 會反而容易捉摸少許 由日本股市後市有去向 還有分析認為 股市走勢已經較基本因素經濟大幅走前 認為股市還會繼續下調 幾個星期之內可能會跌了兩成才見底 日本股市跌勢未止 亦都市場說到反映出 哈田東見日前出口述 說到日本的金融體系有充足的核心資本 看要債息上升兩三個基點的衝擊 言論的影響力是非常之微 說到日本股市這幾天都比較波動 日元匯價也連續三個交易日有個反彈 曾經升到100.8日元對1美元的水平 較上星期有些下跌的情況 劏力出口股有些下跌 其實會否見到元匯的走勢是怎樣 之前一直對美元方面 跌下去 現在又上升了 走勢未來會否還是看著股市走呢 可以以原會來看 如果早幾天問到 譬如上星期四開始問到這一刻 如果以美妳營對日元來計算 的確有少少和股市的關聯性 還是很高 如果以當時來看 默之前大家都知道 放水的時候 日圓弱 自然股市就升 而上星期來說 股市一跌的時候 日圓也跟回是暗 升了一些 就是貶值的數字是縮了一些 正正有個 關聯時依然蠻重 但直至昨天來說 情況好像有少許轉變 因為以經過幾天的股市跌勢來說 昨天雖然依然有個大跌現象 但日圓來看 下跌至100度這邊位的時候 其實已經開始有一個傳令犯 變相沒有再加深一個回吐或下跌現象 正正去到這位 大家都覺得可能差不多 所以這一刻短線來說 好像開始以日圓和入股來看 那個氛金度稍微縮了一些 當然以入圓後市的去向來看 我相信依然是以偏弱為主 雖然剛才說到的上市的意識 沒錯 全部官員一致認為 都不應該再中一步兩寬 但如果隨著後面來說 假設個別的數據或經濟來說 都依然不是太過得 或者進度仍然是比較慢的時候 我覺得如果接下來繼續放水 可能性仍然是非常高 雖然假如這一刻 是不是這麼快說停止去放水 我覺得比較難說一點 情況始終跟美國是完全不同 所以我覺得慢慢來看 中線地看 都依然是有一個逐步兩寬的可能性 所以自然對日圓的弱勢來說 我覺得慢慢都依然是逐步逐步浮現的 只不過貶值因素或跌勢來說 未必像個案一下子來得那麼急 因為短時間來看 例如去年10月份開始 到這一刻計算 當時美營對日圓只要大約78度 如果這一刻最高上103時 短短大約半年左右 都貶值超過三成那麼多 貶值這麼急時 自然省為這下調整一點 或者回吐一點 我覺得不是太意外 所以我覺得現在這樣看 如果以回民營對日圓 剛才說到的 中長線都仍然是弱的 甚至以回不斷提到年底來講 看看有沒有機會點1.110這邊位 但是暫時短線來看 可能會出現什麼調整 反而下面來說 當然比較短線一點 都依然以回100這些 做一個比較即時的關口 但如果當這些心理關口都穿的時候 不代表日圓的一個 變成正常算是完結 我反而下面看多一點 大概98.7左右這邊位 在10天線到這邊位 我覺得可以看有沒有即時支持 如果來到這位置 不再回吐下去的時候 即是意味著 可能入圓這下的反彈因素 又叫做完結 所以可能大家有機會 慢慢開外匯的時候 或者看開入圓的走勢的時候 可能那一刻都重點留意 慢慢都以長線的看 剛才提到的 以回民營對月圓110 做年底的目標 好 麻煩你了 另外跟大家like看看港股表現 最後見到今天港股靠穩 競價時段的時候 報22,710點 升了24點 現時來說 升36點 到22,722點 其子方面升22點 低水55點 國企指數升29點 報10,783點 所以我見到市場的情況 今天稍為靠穩 但都是比較雜幅 亦都比較悶 美國沒有市場走勢上 是不是都差不多呢 的確是 由於以港股來說 始終昨晚英國和美國都沒有市 以香港來的夜期都沒有市 變相紫背性或叉矛性體 是比較遜遜 雖然今天開來 雖然有過輕輕高開現象 但始終這刻的一度 都要指挨近幾十點的上落 是比較窄一點 這個可以理解 而且始終都是那點 從大家的投資情緒 或者軒動性去看 始終經過上個星期 比較大的一個回討性 譬如港股來計算 大概由23,300 23,400 到上個星期最低 挨近22,500位置 這邊位 短短兩天左右 都回早成差不多八卦點 都出來的時候 令大家始終心理上 都會脅一脅 或者很多那一刻 都被叫振走那些貨 自然說這一刻 雖然稍微見到 在低位置好像有些靠穩 好像有些支持也好 但始終入市欲都不是太大 正正昨天都見到這件事 就是沒錯 昨天來說 由低位是有過少許的回升 但始終昨天見到成交 大概四百多天是縮得很誇張的 雖然上都見到一樣 就是大家的心態來說 或者那個情緒來說 始終未回來 即是未有個完全是叫做 安心回去入市的一個情況 所以只是這一點來看 再纏著剛才說到的 我以為稍微昨晚都沒有事來講的時候 今天來看 港股稍微叫做滿一點 我也是可以叫做理解 但始終短時間來看 要留意多一件事 就是那個奇蹟的因素 始終你後日來講星期四 都是叫奇蹟結算 因為經歷過 可能早幾天的明顯跌勢 稍微在轉倉的活動之下 令到市場在這一層 例如明天來算 稍微抽高一點 這些大家都需要留意 所以經歷過這麼大的跌勢之後 雖然大家入市又不大了 但今天夜中可能比較悶少少 但我相信明天來算 或者後來來看 應該都會有比較波動少少的現象出現 現階段來說 如果港股有機會彈高少少的時候 都依然以大約23000點左右 做一個比較即時或短時間的目標 因為這個位置來講 正正是短近十天 二十天線左右的位置 如果你有機會去到這個位置 而這麼幸運在到時外圍也好 或者所有的情況上看也好 是將一部落空翻的時候 當然有機會向上慢慢突破 也變成將一部意味著 這下的調整有機會完結了 而反而下面來看 假設這一層 23000點的邊位是叫做破不了的時候 下面也減移回這一層低位 或者這個比較大的支持位 大概2.5米 短近50千線左右 做回這一層比較關鍵的位置 如果這些位置也一樣 能夠守住的時候 變成這一層後市來看 港股都是一個上落代表的格局 直至到有一點 就是有機會向上破或下破 才意味著 那個細體有機會再一步 即是突破現象出現 好 麻煩你 另外和大家看看南籌股的最新表現 見到相關股份方面 今天都是個別發展 匯控方面跌5仙 中移動升1.5 中行升1仙 公行升3仙 建行暫時升3仙 最新報6.35 港交所升4毫 國壽跌5仙 友邦和金沙中國暫時沒有升跌 騰訊升1.2 長實跌1毫 新地勒升1毫 隔九倉跌5毫半 中國海外升1毫 環潤之地升接近1% 暫時報23.4毫半 中海油升1毫 升超過1% 中石油暫時沒有升跌 中石化升9仙 坤林能源升2仙 中國神話跌5仙 和Woffice想看看市場焦點 966中國太平 太平向武救、人手及財險資產 今日股價升超過1.3上來 公司公佈了公司重組的最新進展 在昨日時間 和武公司和太平香港訂立一個協議 按總代價105億8千萬人民幣 至合大約132億800萬港元 救入太平人壽、太平財險、太平資產 和太平養老及部分海外公司的股權 並以發行股份的方式支付 早前太平方面停牌 說到發新股可能會收購相關資產 今次向武公司救的資產 似乎這幾個資產 尤其是太平養老 太平資產、太平財險方面 現在市場焦點都在這裏 所以見到今天股價是否升得比較厲害 的確是 始終有個武公司去買資產 變相駐資的因素 自然這一刻在市場來說 有這樣的武企駐資的因素時 第一點看得理論上不是太差 甚至於第二點來說就是作價 因為這次不是太少價現金上的交收 變相對未來的集資可能性是比較少 只是發新股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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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 雖然這一刻表面上看這件事好像是多樂觀或多不錯 但始終當中牽涉的一個情況比較複雜 或者比較大規模的所謂武企的資產買賣 或者住資的時候 我相信大家都需要一些時間去到消貨或者理解 雖然今天開出來是跟著現象走去抽高 但在升高的勢頭來說 就沒有去到買賣價來說 變相大家都在解讀 我覺得大家這一刻 雖然看到抽高一成嶺 但早來叫做審慎的建議 就是大家不要這麼急 去到莫無言這一刻去到中入 這個股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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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險股暫時個別發展 國壽跌一毫 平保跌兩毫 人保升兩先 財險升四千一 太平方面 現在升近一乘三 升過六 最新報十三個九毫 泰保升一毫 新華保險升近百分之一 這節節目時間差不多 要問回話題 剛才講過的股份 有沒有變成有持有呢? 沒有的 好,謝謝你 回到輪政安安環節 家庭觀眾千萬不要走開 回到輪政安安環節